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历史上也有这样一个国家 虽然已经灭国50年 但勉强保存自己的国王还在坚持复国 这就是西金王国 西金王国与我国渊源颇深 在1788年 尼泊尔入侵西金 当时的国王已成为中国藩属国的代价 请求中原的乾隆皇帝出兵镇压 乾隆帝两次出兵 最终于1791年收复西金 自此我国又多了一个藩属国 不过近代的清政府实力微弱 无法保护藩属 西金也不能独善其身 被英国殖民 1890年 更是在英国的胁迫下签订了边境条约 约定将保护国的职责转让给英国 并划定了中西两边的边界线 到了1947年 印度又接管了西金的保护国职责 并在两年后 以武力控制当时的政府 1950年 西金国王被迫签订了条约 放弃了国家的控制权 仅保留内政权益 自此西金王国已经处在被废除的边缘 直到1975年 印度方面软禁了帕尔登 并迅速通过了废除军事的条例 将西金变成了印度国家的一个联邦 曾经的帕尔登国王一直在国际上寻求帮助 但最终育育而终 临终之际 将王位传给长子旺楚克 腾兴 并告知他一定要坚持复国 做第13任大权在握的国王 旺楚克一直紧急父亲的教诲 多年以来 他不断号召本国的国民 想要恢复王室的荣耀 可是呼应寥寥无几 时至今日 在印度的统治下 原本的西金人都被尼泊尔移民取代 西金早已复国无望 好了 今天的外面显得试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外面讲历史的朋友 别乱转发关注哟